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今天呢就是上尔编程的最后一节课 当然我们介绍了这些所有的内容呢 咱们的这些课程呢介绍了上尔的基本的一些功能 然后呢介绍了一些上尔的正则匹配的方式 介绍了上尔的测试情况 然后讲了一些基本流程 我们说其实讲的这个语言 我们不管哪一门语言都是从基础开始学习 我们讲的这两张内容都是十二编程的基础 它可以就是达到我们 如果大家学好的话 能够达到基本的这种编程 但是呢不管什么语言 它都会有些高级应用 这个在大家实际工作当中用到的时候 我们再来自习学习 那我们现在呢还主要还是面对的初学者 那我们今天呢之前啊学了F case 还有Fall循环 今天呢我们学习一个叫做Well和Unture的循环 它也是循环 那它跟Fall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说Well循环 当然还有Unture循环 都是不进循环 哎我们前面那个Fall还记得吗 Fall 它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I 然后印是吧 后面跟一二三四 跟几个数循环几次 它是固定的 能循环几次 后面跟几个值 用空格空开就循环几次 当然可以后面跟变量 哎跟变量的话 它的这个值 它是通过变量传进来 循环是不定的 但是呢 涉及Fall的时候 它其实还是一个固定循环 Fall的概念是固定循环 也说我事先知道了循环几次 那这是Fall的第一种语法 第二种语法呢 就是放双小括号 然后I等于1 是吧 分号I小于等于100 然后I等于I加1 对吧 这个也是固定循环 我事先就决定好了 我要循环100次 当然 我们说这个家伙 也可以是变量 对吧 也可以是变量 那这样的话 它也可以说是通过变量的值来 因为变量的不确定性 来决定 它循环的次数的多少 但是归根结底啊 不管是这种 还是这种 Fall其实是固定循环 但是Wire就不是 Wire不是固定循环 它是条件循环 也就是说 我们用Wire进行循环的时候 后面会跟一个条件判断式 测试 Titch的语句 只要这个判断式成立 循环就会一直继续 直到什么 判断式不成立 这个循环才会停止 这就是Wire的最主要的功能 也就是说看看它的格式 Wire是 后面跟一个测试语句 比如只要判断这个条件式成立 这个循环就不停的进行 不停的进行 直到循环到这个条件式不成立 这个循环才会终止 那这时候就要小心啊 我们循环的过程当中 是需要把它的条件判断式 进行这个改变 否则它的条件判断式 如果永远成立 就会出现死循环 这个在程序当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如果出现死循环 这个问题很大 有可能会把系统直接就拖死 那我们举个例子 其实说用Wire循环 我们还是用从1加到100 这种循环 这种例子 对我们的实际的这个工作来讲 没有太大的意义 但是呢 对我们理解Wire循环来说 它是最好的一种例子 好 那 讲这个之前 我们先把迅机起来 然后待会做一下测试 是吧 把迅机起来 好 启动迅机 那 接下来呢 我们回过头来 好 我们回来解释一下这个循环 语句开头 我说了标称 我们写的是12语言 所以这句话不能省略 这是初识 然后呢 事先给I变量负值 是E S变量负值是0 定义测试条件 如果变量I 小于等于100 这个条件成立 则执行这个语句 执行语句干嘛 给S负值 变成到了S 也就是0加1 那接下来呢 这个值负完之后 再给I要记得加1 也是说 第一次循环 I从这个1 循环完到这里就变成2了 2来判断 依然小于等于100 所以继续进行一次循环 这时候就是S是1 到了2是2 那就是计算一加 再给它复值到S里 这时候2呢 到了2I呢 2就要再加1 给它复值变为3 3回过头来再判断 3小于等于100 继续进行循环 直到这个家伙判断完 加完之后 I的值是101 这时候它大于了100 这个时候循环才会重置 小心 这句话 如果不写 你的这个循环 就会变成死循环 也就是说 第一V二循环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小心 要让你的这个判断的条件是 不能永远是成立的 必须在某一个情况下 会不成立 否则这个循环就会一直进行 这就是V二的问题 其实跟我们写for 其实完全可以 Ware变成for for变成Ware 只是呢 Ware更加适合于进行这种 不定量的循环 进行条件循环 这是它的最好的这种语法 那么写一下试试 写一下试试 好 这是我们昨天讲的这些欢迎信息 对吧 那我们进入到sh里面 然后呢 我们修改一个var.sh 那么这里面的内容 就是关键其实就在这儿 第一我的刀类要记得 要小于等于这个一本 那我们写一下 i等于1 s等于0 然后呢 var测试 测试什么 刀类 刀类 杠le 小于等于100 只要它的条件成立 则 进行s等于 刀了s加刀了i 然后记得要给我的 i边量 一定要给它 在不同 每次循环完之后 都要给它加1 否则你的循环就会变成死循环 最后呢 输出我们的刀类s 这个核就可以了 输出核 这就是外循环 保存 陈志木了 t55 然后执行它一下 哎 哦 好像是算的有点问题 是吗 我们是s等于0 le le 我再看一下 怎么是4000呢 我给这里加个小括号 加个括号 有可能是这个数值的问题 我们看看 哦 嗨 我写的是lt 而不是le lt是小于100 而le是小于等于100 也就是说 它最后少加了一个100 哎 这个值 只要把它改成le就可以了 我写错了 没有写成这个小于等于 而写的是小于100 那再执行它一下 嗯 把这个格式 双引号这块有点问题 不应该用双引号 这个加法 直接就是写变量就可以了 好了 保存 现在执行 哎 就会正确执行了 这就是我们的外循环 外循环 呃 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叫做until循环 until循环和wear循环是一样的 都是条件判断循环 但是它和wear循环是相反的 啥意思 wear循环是判断 直到这个测试 这个测试语据 条件语据不成立 循环终止 而until呢 它的循环是 只要条件判断是不成立 则一直循环 直到 我的这个循环条件是成立 则终止循环 也就是说 刚好跟这个wear是相反了 wear是这个条件只要成立 循环就继续 直到它不成立为止 until呢 是 只要这个条件不成立 则循环继续 直到条件成立 则终止 那其实只要反过来 一样的 它的格式是一样的 这样 还是写一加到一百 它写的就不再是小于等 而是杠GT大于一百 那也就是说 第一次循环的时候 I等于一 I大于一 这个道来的值是一 一大于一百吗 很明显 这个条件不成立 不成立 则直循循环 然后给I加1 回来 继续 I变成2 再判断大于一百吗 不是 那么再继续循环 然后I变成3 传回来 3再判断 还不是继续循环 直到返回的值是一百零一 这个时候 他一判断 哦 一百零一 是大于一百的 则这个循环定值 这就是until和while的区别 那我们试试啊 其实我只要把 我只要把 这个while复制成until 哎 然后呢 改一下 只要改一下 把这个改成until 然后呢 这个时候就不再是 杠 le 而是杠gt 哎 我能是杠ge吗 大于等于一百 大于等于一百 那这个时候就会小加一百 因为他等于一百 这个循环就成立了 这个条件就成立了 循环就会终止 所以这里只能是大于一百 然后 复制就可以了 哎 只要改一下 接下来呢 直接执行until 哎 他倒照样是可以实现的 哎 这就是while和until 非常有意思啊 他们两个是完全是反过来的 呃 那么其实我们回过头来说 不管是while循环 until 循环 还是for循环 其实他们这三种循环 都是可以互相改形 同一种循环 都是可以互相改形 只是 有一些 有一些语法结构更适合 until循环 有一些语法结构更适合for循环 呃 可能还是看大家你的个人习惯 你可能更加愿意用满了循环 都是可以的 呃 其实说我个人可能更习惯于使用for循环 我个人是这样 呃 不过我们说在一些 语法环境当中 until循环会写起来要比for循环要简单 哎 这个时候可以考虑until循环 好 那么我们到此啊 就把我们的这个事儿脚本就讲完了 这里啊 超和谦 呃 纠正一个概念 什么 我们是脚本语言 脚本语言的好处就是所见即所得 也就是说 我写完了这些所有脚本语言 都不需要编译 就会直接进行 但是之前我们也解释了 他不是不需要编译 而是在执行的同时进行编译 省略简化的编译过程 这样做的好处是编程更加简单 我直接所见即所得 坏处是他的效率要更慢 这个我们都说过 他比c比加了 这样要需要经过编译再执行的语言 要效率要慢 那这种语言呢 他并不适合进行大量的数据计算 大量的数据计算 我们说12脚本最大的好处就是 帮助管理员减少重复操作 或者说帮助管理员来进行这种系统的运维工作 其实在这之前我举的这些例子 包括if 包括for this 我都举了一些例子 比如说 潘德阿帕奇服务师不启动 如果不启动 则这个 通过脚本把阿帕奇起来 如果启动 则记录日志就可以了 然后这些日志脚本都通过这个定时任务来执行 当然定时任务还没 我们后面不着急 后面讲系统管理的时候 我们会讲定时任务 那不难 只是让一个脚本程序定时执行而已 而且我们又讲了些放行话 主要是说了一些 比如说 贴量添加用户 贴量删除用户 当然贴量删除用户 我没有写没有解 我说作为大家的作业 这个我们会放在后面的测试题 如果你实在不会 到时候可以看看测试提示的一些 做一下参考 好 那我们说 这些就是我们总共用了大概十几节课 将近二十节课 讲了我们share的基础 编程基础 通过这些内容 我们介绍了我们share的基本功能 share的变量的第一 share的环境变量的第一 然后我们讲了share的这种政策表达式 然后讲了我们的这个 呃 test的测试语句 然后讲了我们的基本功能 这些就是一个语言的基本的一些内容 如果我们熟练掌握的一些内容 在实际工作当中 呃 常见的这种呃 工作当中的小脚本 写起来或者用起来是不会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说啊 我们绝大多数的学员有感觉是啥 老师你讲的这些东西我都看了 我得我也看明白了 但是当我碰到一个脚本的时候 我还是不知道什么 那他这就是我们说的 你的编程思想没有见解 那怎么建立编程思想 超过的一件事 叫多练 看和这个看是看不贵的 学也学不贵 这东西是练的 其实我当年学程序的时候 在学Linux之前 像C啊 Java啊 PVP啊 我都学了 但是当时给我的最大的感觉就是 我没有任何编程思想 当我去写一个 我记得很清楚啊 我们那时候学书上写 哎呀他通过一个例子 写C语言 打印一个正正三角 那新框打印一个正三角 然后课后理论作业题 打印一个倒三角 哇塞 我想了三个小时 不知道怎么做 后来我就说 完了 我不适合编程 因为我很难建立变成思想 后来我就说 我干脆去干 去干运维吧 当我干运维 干到一定年限之后 我就发现 哎 运维当中 也需要有程序来作为支持 我们用的 不管是PAC 还是这个 S 还是S 他都需要这样的语言 来作为支持 这个时候呢 我就很打鼓啊 哎呀 当年学程序都没学好 这时候又被迫又来学那个 我怎么可能会有变成思想呢 但是被迫没办法 必须得用 那就看看吧 看完之后 发现语法结构还可以 跟基本的语法都差不多 但是好像编程思想也没有影响 原因是 其实我后来总结是 我对Linux的了解加深了 我对Linux的练习量增加了 我更理解了 我需要程序来帮助我干什么 然后我回过头来再学程序 我就发现 啊 这个东西原来不过如此 后来发现 不光是二的程序是这样 编程思想 就是让我去说一下PAP的编程思想 哎 虽然语法结构我可能忘的差不多了 但是它的基本的这个程序我想干什么 它的设计思路 程序设计 我是能想应该的 换句话说 编程思想 不是一招而一招就能建立 它需要你经过一个长期的练习 学习 积累的过程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应该是练习 你对这个东西越熟悉 你就算我就说 我给你举的这几个脚本 这十来个脚本 你就反复去敲 都会对你编程思想的建立 有很大的好处 好了 那废话就说到这里 12编程的内容 我们就说到这儿 我们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西车Linux微信公用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